这套管理系统十分钟更新一次 如有基站出现退伏现象 画面中将会马上显示出红色的告紧标志 与此同时 该系统还将会自动派发工单 至相对应的一线维护人员及时处理 在恶劣天气下 长榨移动应急指挥中心内全员待密 统计故障数据催促工单处理 保障不放过一处隐患 不漏掉一个细节 今天上午长榨移动通信公司 城南分公司就接到了故障信息 反映天气区湘江南路上一处基站 出现了退伏现象 维护人员马上赶到了现场处理 它这个里面设备都没有运转 而且这里亮红灯它就已经断电了 在查明原因后 维护人员马上调来了发电机 恢复基站运转 记者了解到从1月4号一直到今天上午的8点 长沙移动累计出动一线保障人数482人次 出动车辆117辆 保障游击40台 除了24小时的不间断网络实时调度 以及每两小时的网络运行情况 微信滚动发布外 一线维护人员还持续在对全市范围内的 39000多个基站进行巡视巡检 保障居民通信顺畅 请各个广大的用户朋友们放心 那么湖南移动包括我们长沙移动 都会做好最好的